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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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評估該科目?有否偏離其中止?如果評估結果為有,詳情為何?如果結果為否,理據為何? 教育局局長 謝謝主席 照葉議員的提問,我會綜合第一、第二的問題一起回應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檢討工作是新學際檢討的一部分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簡稱是考評局 在2012年8月開始展開新高中課程及評估 包括通識教育科的檢討工作 分別在2013年4月公布短期檢討的建議 以及在2014年4月公布中期檢討第一個階段相關部分檢討的結果 以及優化課程及評估進行的措施 詳情的資料和時間關係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詳細的資料 334.2EDB的網址中 新學際中期檢討的第二個階段正是繼續進行 包括學生在整體課程之中的學習經歷 新學際對學生升學的影響 學校層面推行課程及評估 包括校本安排的情況 以及在學科層面 課程及評估的實際情況 包括通識教育科 也會根據學生為本 和專業的原則 包括體現課程的宗旨 教師的工作量 整體課程內容的均衡 寬度和深度 學生在初中的知識基礎 在課程及評估上 照顧學生多樣性 公開評估和課程的協調 和倒流效應等 草耳是修訂的建議 我們會在今年的11月底 再透過不同的渠道 例如用問卷調查、焦點小組、論壇等 進一步諮詢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教師、校長、大專人士、僱主、學生等 至於個別科目的課程 和評估指引的修訂過程 和一般所需的時間 都是要視乎科目的特性和需要而定的 在處理重要的修訂之前 亦會諮詢教師和其他持份者 亦會有現有的議會機制和專業為主委 討論和落實有關的修訂 通識科兼備了科學科的特性 作為核心科目之為重要 一方面是讓同學能夠透過六個單元去研習 廣闊和適合香港的內容 包括個人成長、社會和文化 而裡面包含了本地、國家和世界的層面 科學和科技 另一方面是讓學生在基礎教育的知識基礎上 用議題探究學習的方式 運用科學科的知識 融匯貫通 擴闊其視野 建構更多知識 能理性 辯思明辨 和慎思明辨 和運用多角度的思考 培養其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協助所有學生為日後投入社會和生活 所需要擔當的多元角色 作好準備 通識教育科和其他核心和選修科目 都是以其他學習經歷相負相成 讓高中的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獲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至於在考慮哪個高中的科目 為核心科或選修科的時候 應該要從實證為本的角度出發 考量相關改變 是否能達至同樣的教育目標 亦能達至國際標準和得到認可 以及是否能與升學與就業銜接 整個高中課程和平衡的推行和效能 尚未穩定 我們只是推行高中課程一段時間 我們需要更長時間 搜集多方面的數據和研究 進行優化和更新 議員問第三個問題 我們尊重不同社會人士 就教育議題表達意見 正如我在以上的答覆之中指出 現在正值新高中課程中期階段的檢討 我們會緊守以學生為本和專業的原則 是草擬建議向學校、老師和有關學科的專業團體和各自分者作出資訊 教育局將會仔細搜集和聆聽各方面的意見 令到有關檢討更全面 通識教育科在中期檢討的方案和長遠發展方向 預計會在2015年7月公布 另一個重點 教育界同工為通識教育科所付出的努力 得來的初步成果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例如根據2013年新學制檢討進展的報告 大部分的教師和學生都同意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目標和學習成果都能達成 大部分的教師也認同本科獨立專題探究 對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 建立學生的學習信心等都有正面的影響 多謝主席